防疫保單 爭議不斷 因為防疫政策是一再改變 當珠寶收錢收很快 但是出事情就是 開始推散主持的 現在就金管會的 主委黃天睦就講話了 他強調全保多少保單 該賠就要賠 待炮轟會爆發防疫險之亂 是因為不少保險公司投機卸責 主管單位太沒作為 賺了那麼多錢 笑嘻嘻的 爽歪歪的 該理賠的時候 雞雞歪歪的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他給你找其中的一條兩條 就不給你拼 我是立法委員牛趙豪 我是莊瑞雄 我是立法委員高嘉瑜 我是張宏露 我是立法委員蔡碧露 我是立法委員高鴻安 我是民眾黨立法委員張啟露 我是立法委員洪孟坦 我是林一華 我是陳玉珍 疫情中大家幸福 疫情嚴峻 又碰到防疫保單的困擾 疫情中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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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防疫保單的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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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保單所衍生的各項紛擾 明日的權益 我來掌握 新創造長的一益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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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